在台灣我們肝病號稱是國病 我們每年因為慢性肝病肝硬化 而死亡的大概有5000位國人 而因為肝細胞癌或者是胆管細胞癌 這合稱肝癌 而死亡的大概有大約8000人左右 也就是每年因為肝病而過世的 至少到目前還有12000到13000人 那當然隨著時間過去 我們知道數目有慢慢在減少 可是不可否認的肝病 對國人生命的威脅到現在 還是相當的嚴重 每年衛福部都會公布一個統計 叫做十大死因 那麼在慢性肝病跟肝硬化方面 我們從大概20年前高居第6位 慢慢慢慢這幾年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談到的 治療的部分 而慢慢減到第10位 我們希望再過一兩年 應該是在十大死因裡面 這是我們期待的 那麼在癌症方面也有一個叫做十大癌症死因的統計 那麼肝癌在過去一直高居第一位 最近差不多15年大概被肺癌趕過去 雖然肝癌的發生率是逐年在下降 現在已經是大概排行第四位 可是死亡的人數還是高居第二位 我們也希望將來能夠改進 那麼談到這個肝病 在台灣目前主要的病因還是病毒性肝病 病毒性肝病大概佔所有肝病裡面的80%到85% 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那麼病毒性肝病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肝炎病毒 什麼叫做肝炎病毒呢 肝炎病毒就是說這個病毒一旦侵入到我們的體內 不論它是從什麼樣的途徑 進入到體內以後 它會在肝臟裡面或長或短的時間內 會在那邊繁殖、複製 然後有的可能在幾個月之後 被我們人體把它驅逐出去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一輩子存在我們的肝細胞裡面 所以這幾種病毒我們就叫做肝炎病毒 事實上還有蠻多的病毒它可能是一個一過性 也就是可能只有幾天或者是一兩個禮拜就過去了 這一些我們並不叫做肝炎病毒 那麼合乎這樣的一個定義的肝炎病毒呢 從過去以來大概只有五種 就是我們用英文字母ABCDE 五種肝炎病毒 那這五種肝炎病毒呢 剛好有它們的不一樣的傳染途徑 還有臨床的一個病程 A跟E的話呢 它主要的傳染途徑是經口來傳染 也就是說你是吃進去或喝進去被病毒感染的食物 或者是飲水等等 這種是A跟E兩種肝炎病毒的傳染途徑 那麼它們的排泄呢 也是從糞便排出來 那麼BCD中間的這三種呢 是經由體液血液來傳染 那麼體液呢 最多就是性行為這樣的一個體液 那麼血液呢 最常的就是見血的一些行為 比如說注射或者血液透析等等 像母親在生產的時候 將病毒傳給新生兒 這個可能混雜著血液跟體液兩種途徑 所以呢 BCD三種肝炎病毒 它們的傳染途徑不一樣以外 那麼在臨床的病程方面 跟AE也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 A跟E兩種肝炎病毒呢 它們只會引發急性肝炎 急性肝炎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在半年之內 這個肝病就完全消失 病毒也不見了 然後呢 肝功能也恢復正常 就恢復到沒有感染之前的一個狀況 那BCD這三種病毒呢 它不但可以引起急性肝炎 也可以演變成慢性肝炎 也就是說 有可能比如說B型肝炎 像成年人得到的話 那麼可能在半年之內會把病毒排除掉 不會變成慢性肝炎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可是呢 有一些可能免疫力剛好在感染的時候 比較不好 所以就會讓這個病毒呢 存在肝臟裡面一直下去 就變成一個所謂的代源者 那麼C型也是一樣 那BCD裡面的這個D呢 是比較特別 這個D型肝炎病毒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缺陷性的病毒 什麼叫缺陷性呢 它自己沒有外衣可以穿 它只有一個核心 那它的外衣要靠誰呢 就是靠V型肝炎病毒的外套 所以呢 只有V型肝炎的代源者 才有可能得到D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那有時候呢 剛好V加D同時 也就是說 它的傳染源呢 本身就有V加D兩種病毒 所以呢 這個傳到另外一位國人的身上呢 可能就是急性的V加D型肝炎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假如說 它是一個免疫還不錯的一個情況 有可能在V型肝炎病毒 在六個月內被排除的時候 那麼D型肝炎病毒也就不見了 但是呢 常常不是這樣子 常常就是B型肝炎的代源者 它經過某種行為 包括呢 可能是見血的一個行為 比如說我們靜脈毒癮 這個很可能會把 這個D型肝炎病毒 傳染到另外一位 這個靜脈毒癮的朋友身上 或者是性行為 我們過去最多的就是 也就經由交易的一個性行為 那這種呢 在過去早期是比較常見 那麼被發現這樣的一個傳染途徑以後 那麼經過宣導 慢慢就減少了 所以呢 V、C、D這三種肝炎病毒呢 他們引起的這個臨床病程呢 除了急性以外 還可能演變成慢性 那麼在B型跟C型這兩個呢 又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B型肝炎呢 在台灣大概現在40歲以上的成年人 大概15%左右 也就是說每六位到七位的國人呢 就有一位是B肝帶緣 而這個這麼盛行的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大部分呢是小時候 小時候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帶緣的媽媽 在生產的時候 把這個病毒呢 就傳染給新生兒 另外一部分呢 是在學齡前 也就是六歲以前 得到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這通常在過去呢 是因為打針 也就是說針頭不截 那這個發生的年代呢 一般是四、五十年前 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那個時候 對這個病毒根本完全沒有概念 第二個是 我們對消毒的概念也完全沒有 所以這也表示醫療進步以後 事實上很多這樣的一個傳染途徑 都不見了的一個情況 母嬰傳染的話 大概有90%可能會變成帶緣 當然這裡面又牽扯到 帶緣媽媽她血液裡面的病毒量 我們常常用一個叫做醫抗原 這個抽血檢驗的一個病毒標記 假如帶緣媽媽血中的醫抗原是陽性 表示她體內肝臟裡面的 肝臟裡面的V肝病毒的複製 是非常的旺盛 所以她血液裡面的病毒量 通常是非常的多 所以這樣的情形呢 假如新生兒得到這個病毒的感染 通常大概90%會變成帶緣 反過來如果帶緣媽媽血中的醫抗原是陰性 表示她的肝臟裡面的V肝病毒的複製 是比較沒有那麼旺盛 血中的病毒量相對的就少很多 所以這樣的新生兒呢 她會變成V肝帶緣的比例呢 大概只有10%左右 所以這個是也是讓我們在現在 對於V肝的這個預防呢 有一些啟示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個母嬰傳染的這個途徑 可以幾乎百分之百給她壟斷掉 那麼這麼高的一個比例到了血淋前的兒童 也就是說她可能從1歲到6歲 那麼得到V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時候呢 這可能常常是精油打針的一個情況 那麼大概25%會變成帶緣 也就是說他們的免疫系統慢慢慢慢的發達 所以呢對於病毒的抵抗力就越來越好 可是終究沒有成年人或者是比較大的孩童 那麼好 所以還是有25% 之後呢 這個得到V型肝炎病毒感染 變成慢性代緣的機會就越來越低 到了成年人呢 大概不到1% 那這1%大概都是很特殊的 一定是免疫系統有問題的成年人 包括洗腎這樣的一個病友等等 那麼C型呢 跟V型剛好是不一樣 我們在C型沒有錯 一樣有母嬰的傳染 可是比例沒有想像那麼高 所以表示呢 在C型肝炎代緣的媽媽 她血液裡面的這個病毒量 其實是沒有那麼高 所以經由這個生產過程傳過來的這個 變成代緣的機率呢 大概統計起來是5%到10% 沒有像V型肝炎這麼高 沒有像V型肝炎這麼高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 成年人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 假如得到C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所以這跟V型肝炎呢 我們成年人得到99%會把它排除掉 不會變成代緣是剛好相反 成年人即使是他免疫系統很正常 得到C型肝炎病毒感染 經由某種我們不完全瞭解的一個原因 它還是有75%到80% 可能會變成慢性的代緣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病毒呢 它引發的一個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有關這個傳染途徑 跟這個臨床病程的一個關係 怎麼樣來預防呢 預防是比治療是更重要 我們現在最好的預防的方式 跟現在的這個新冠肺炎的病毒一樣 最好是能夠有疫苗 那麼經過這麼多年 大概目前真正有的疫苗 是B型肝炎疫苗 今年剛好這個B型肝炎疫苗上市40週年 我們今年民國110年 就西元的2021年 是這個B型肝炎疫苗上市40週年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經過這幾十年的這個利用 其實是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像我們台灣經過這個B型肝炎疫苗接種 這個接種是要在一出生一個禮拜之內 就要接種這個B型肝炎疫苗的第一劑 那麼如果是媽媽血中病毒量很高的話 我們通常會在24小時內 出生後的24小時內 加這個我們所謂的高單位的一個免疫球蛋白 它主要是含有高單位的B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體 這個是可以對抗B型肝炎病毒的 在出生後一天之內 就一定要打這個免疫球蛋白 一個禮拜內要接種第一劑的B型肝炎疫苗 然後在六個月之內完成三到四劑 那麼現在最新的這個 我們基因重組的這個B型肝炎疫苗 一般是打三劑 也就是說這個第一劑 然後一個月後第二劑 然後再經過五個月 也就從第一劑開始算起來的六個月 打完第三劑 這樣大概85%到90%的人 可以產生所謂的B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體 也就是說那麼有足夠量的表面抗體 對於未來B型肝炎病毒在入侵的時候 就可以對抗它 就不會讓它跑到肝臟裡面去繁殖 在那邊生根等等 所以這個是疫苗主要的一個原理 那麼我們期待的這個C型肝炎疫苗 因為病毒它不斷的突變 所以到現在我們經過二十來年 還是沒有研發出一個很好的C型肝炎的疫苗 那D型呢它沒有疫苗 可是如果你把B型肝炎帶緣 減到最低的時候 就不可能有D型肝炎 因為它一定要附在B型肝炎帶緣的患者身上 那E型跟A型是類似 所以理論上E型肝炎疫苗的研發 應該類似A型肝炎 那我們談到這個A型肝炎疫苗 事實上也已經用了大概有將近三十年 這A型肝炎疫苗甚至比B型肝炎疫苗還要好 也就是說我們在三到六個月之內打完兩劑 這個A型肝炎疫苗 那麼幾乎百分之百會產生對抗A型肝炎病毒的A肝抗體 而這個持久力可以達到二十年以上 那B型肝的我們產生的表面抗體 持久力大概十年左右 每一個人稍微不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讓抗體再增加的時候 就要給它再強化接種 其實在B型肝炎疫苗 我們大概十歲以後 比如說你說是新生兒打的 那麼十歲以後 可能抗體就慢慢降低 有可能到了青春期就要再增加 那麼A肝的抗體 它可以存在二十年以上 所以一般大概不需要再增加 那B型肝我們比較不擔心 是因為B型肝炎的病毒 在台灣的存在其實是並不常見 並不常見 雖然統計上是說台灣的人口裡面 成年人大概有百分之十 體內有E肝的抗體存在 表示我們曾經接觸過E型肝炎病毒 可是它究竟是怎麼樣得到的 是在國內得到還是到國外感染得到 其實沒有人知道 自己得到也不太知道 所以E型肝炎在台灣並不是那麼普遍 我們看到急性E型肝炎的患者 絕大多數其實都是有旅遊史 旅遊史不是在國內 是到國外 比較偏遠的地區 可能E型肝炎還是存在著 所以只要到這些地方去旅遊 我們在飲水或者是吃東西方面 大概都要特別的注意飲食的衛生 那A型肝炎在台灣還是存在的 也在我們的比較偏遠的地區 還是有可能有A型肝炎病毒存在 我們40歲以上的成年人在台灣 我們小時候過去因為環境衛生的關係 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吃到了 或者喝到了這個A型肝炎病毒 但是小時候受到A型肝炎病毒侵入以後 通常不大會有症狀 在這樣自然的情況下 我們體內就有A肝的抗體 不需要打疫苗 可是現在40歲以下的台灣的年輕人 大概沒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現在環境衛生非常的進步 所以體內大概都沒有A型肝炎的抗體 所以我們主張現在台灣40歲以下的年輕人 應該要接種A型肝炎的疫苗 大概種一次兩劑 六個月之內 大概就應該終生就可以有保護力 當然不幸變成感染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治療 假如是A肝跟E肝 他們因為只有急性不會有慢性 通常就是讓他們自然的痊癒 一般病情也不會太嚴重 但是比如說可能1%或者是不到1%的情況 不幸會演變成所謂的猛爆性肝炎 猛爆性肝炎的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病情嚴重到肝衰竭的一個地步 所以現在這樣的情況就需要做肝臟的移植 特別是在E型肝炎 E型肝炎假如是在懷孕的婦女 得到比較嚴重的肝炎的機會是比較高 所以有比較高的一個會有生命威脅的危險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從預防來著手 那麼BCD這種會演變成慢性肝炎的情況 還好我們現在都有很好的藥物 特別是C型肝炎 我們剛才有提到 C型肝炎到目前沒有辦法研發出疫苗 可是現在已經有很好的 可以根除C型肝炎病毒的藥物 這個藥物只要用口服 副作用很少 療程是很短 現在已經進步到8週、12週這樣的一個療程 而且有很高的治癒率 也就是說98%以上 經過8週到12週口服這些抗病毒藥物 就有機會把體內的C型肝病毒給它根除 那這個意義是這樣子 我們只要所有的C型肝病毒被根除以後 它就不會變成傳染源 那這個好像是我們打的疫苗有抵抗力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周遭這個C型肝病毒的代言者很少的時候 我們不幸會得到感染的機會就少很多 所有病毒的傳染都是有一定的傳染途徑 所以我們只要了解這個傳染途徑 能夠加以適當的壟斷 應該大家就比較安全 最後一個部分我們要談的是說 那我怎麼知道我體內到底是有保護性的抗體 還是我是代言等等 這個目前只要抽血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要知道我對A型肝炎病毒 或對B型肝炎病毒有沒有抵抗力 我們驗血中的A肝抗體 A肝抗體假如存在的時候 表示我們曾經接觸過這個A型肝炎病毒 而且已經產生保護性的抗體 那麼如果對B型肝炎的話 我們測血中有沒有表面抗體 假如有的話 表示我對B型肝炎病毒 應該可能有抵抗力 當然這有一些複雜的因素 我就不在這邊贅述 基本上如果血中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是陰性 表面抗體陽性 那麼我們對B型肝炎病毒 絕大多數來說是有抵抗力 那麼這個A型肝炎 假如你有E型肝炎的抗體 也表示跟A型一樣 表示接觸過 而且已經產生一個保護性的抗體 那麼C型肝炎跟D型肝炎就不一樣 C型肝炎你測到血中的抗體 並不表示它有抵抗力 只是表示我們接觸過 或者是被C型肝炎病毒侵入體內過 至於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們還要驗血中C型肝炎的病毒量 來了解目前我們身體的一個狀況 D型肝炎也是一樣 如果有D型肝炎的抗體 也只是表示接觸過D型肝炎的病毒 所以我們驗血中的抗體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 在A型肝炎抗體 還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體 它真的是有對抗A型 B型肝炎病毒的一個能力 那麼E型肝炎類似A型肝炎 但是C跟D就沒有這樣的一個保護的能力 假如是變成代緣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B肝的代緣 有沒有C肝的代緣 在B型肝炎的話 我就要驗血中的B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 存在與否 假如這個存在 我們檢測是陽性超過半年以上 我們一般就稱為B型肝炎病毒的代緣者 那麼C型肝炎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抗原檢測的一個項目 我們一般試驗C型肝炎的病毒量 只要病毒是存在 那就是一個C型肝炎病毒的代緣者 所以我們現在在健保的幾副方面 只要抽一次血 發現血中有C型肝炎病毒存在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使用這個口服的藥物 有98%以上的機率 可以把這個病毒給它根除掉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是要知道有沒有B肝或C肝 都有不同的方式 只要抽血檢驗就知道 那D型肝炎的病毒是不是存在體內 我們一般是驗D型肝炎的抗體 那麼至於要不要驗D型肝炎的病毒量 一般是不用 因為你假如是B肝 同時又有感染D型肝炎病毒 也就是說體內有D型肝炎抗體存在的話 一般D型肝炎病毒會一直存在肝臟裡面的 它不大會消失 所以我們經由這些方式來了解 我們體內對於這些肝炎病毒的一個狀況 到底是對它有保護力呢 還是我們體內不幸已經被它侵入 而且已經生根在我們的肝臟裡面 這些其實絕大多數都用抽血就可以了解 我們還是希望如果可能的話 假如我們體內從來沒有接觸過A型肝炎病毒 或者是B型肝炎病毒 最好應該接受疫苗的接種 讓我們體內能夠產生對A肝或者B肝病毒的一個 抵抗的一個能力 所以今天我們就將這個病毒性肝炎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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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Jacqueline 感谢观看